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一直提到理性跟感性 那他说在台经院二十几年 那我在台经院已经超过三十年了 他是属于理性的那个 所以他做院长 那我是感性的一面 所以院长刚才提的 刚才他的演讲的内容呢 大部分是以整个整体的环境 国际的趋势 还有我们台湾的整体品牌的 一个产业的发展的趋势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紧接着我的部分呢 就要跟大家提这个分享 我们在这七年当中呢 我们观察到台湾的品牌的企业 的一些的特质 还有一些发展的路径 还有就是我们在做 这七年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这个品牌受辅导的企业呢 他们在辅导前跟辅导后 跟中间的过程的发展的 一些相关的变化 所以呢 就是从院长是整体面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那我就比较是 focus在个体面的部分了 所以我会跟大家讲 我们在企业品牌 台湾的企业在发展品牌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有一些面临的一些挑战 我们台湾在这七年的 每一年都有去做 我们国内的品牌的企业的一个 普查的动作 那普查的问卷的对象 大概有将近四千个 国内在发展品牌的企业的 这些企业组 那我们也根据这些 这个调查的结果呢 跟大家分享 我们有针对五年以下的品牌企业 我们发现这个五年以下的企业呢 它对于切入新的市场 还有它的定位的策略呢 他们提出他们的一些的需求 那在超过五年以上 六到十年的企业呢 普遍是对于它的产品线 逐渐逐渐就是 多必须要去做一些的梳理 因为已经超过五年了 所以它必须要强化它的深化 深化它的这个竞争的优势 然后扩大它的市场的 这个竞争力 那超过十年以上 就是十一年到二十年的 这个品牌企业呢 那我们也发现这些企业呢 它必须要逐渐强化它的知名度 然后积极地跟外部沟通 以至于必须 同时呢必须要建立 它的一个企业的内部的共识 那超过二十年到三十年的 这个企业呢 那我们也发现这些企业呢 它其实是困扰于 市场的这个需求的转变 因为已经超过二十年的企业 就像刚才院长说 它已经超过二十年了 在这个整个市场大环境的 改变的过程当中呢 必须要做一些创新 转型的动作 那至于三十一年以上的企业呢 我们今天来分享的企业 就有超过三十一年的 这个企业 那三十一年以上的企业呢 它会面临就是品牌老化 因为超过三十一年 原来是你的这个粉丝的 这个消费者 可是他也过了三十一年之后 他也可能年纪很大了 那你还是需要一些新的消费者 作为你的粉丝的 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是三十一年以上呢 品牌老化 而且必须再重新塑造新形象呢 这个是我们在 超过三十一年的企业呢 它所面临的这个挑战 那不管这六 这几种挑战里面呢 我们也所有的 不管是说新创企业 或者是说老 这个成熟品牌呢 它面临的挑战都有 大部分都会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这个我们的品牌的优势 品牌的优势的差异化的部分 还有就是对于 自己品牌的认知的部分 这个都是我们在 对每一年 对于将近四千份的企业 所做的调查的一个结果 那针对我们的计划 既然是要协助 工业局既然是要协助 企业发展品牌 那所以针对不同的 品牌的阶段 发展不同品牌 发展不同品牌 企业的这个阶段呢 那它会有一些的 关键的因素存在 包括像新的品牌 要进来的时候 企业刚要进来做品牌 那它面临的这个问题呢 可能就是我们的观察是这样子 就是刚才院长也有提到 有些企业刚进来就觉得 它只要去打商标 它只要去买广告 它就认为是品牌 不对 那还有认为就是说 它就是以这个研发制造 到销售的部分呢 它就是自己做自己的 没有一个品牌的思维 那还有就是很重要 就是过去台湾的企业 都是以代工为主 所以呢 就是一直会强调CP值 这也是我们台湾 我们看到的很多的 新进的品牌的一些的 这个问题 那有些新进的品牌呢 它就是比较注重的是 短期的收益 没有想到是长期的 这个获利的部分 那这是针对出入的品牌 我们看到的 这个关键的缺口 那对于已经执行品牌 发展品牌一段的时间的这个企业呢 那我们也看到 它可能是在于说 它的品牌的策略 没有搞得很清楚 那还有就是 它的整体的组织的文化呢 没有全部的成为一个品牌的思维 那还有就是它的行销 或者是设计的方式呢 没有这个缺乏创新的部分 那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 已经实施超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品牌器呢 很重要就是 我们看到它的制裁的保护度不够 要等到它等到成为 已经有一点知名度的时候 才发现它的制权 它的制裁 它的商标 已经被人家注册 这个是我们看到 在已经实施过一段的品牌的 这个企业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那同时呢 当你已经变成知名的品牌 要成为国际品牌的时候呢 那我们也会发现说 我们的企业 因为整个国际环境的趋势的变化 实在是太快了 所以它会面临的是 这个趋势反应力的不足 还有就是不熟悉新的媒体 因为我们都现在知道说 新的数位时代 刚才院长也有提到 数位时代的这个 这个面临数位时代 所以很多的行销跟沟通的方式呢 是会跟新的媒体操作有关 那所以我们看到说 如果已经 企业已经走到国际化的时候呢 它对这件事情可能会 有一些关键的缺口 那也因为这样子 从新的品牌到 已经有开始成为品牌的基础 然后到国际品牌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有一些这些的 这个关键的缺口 那品牌台湾计划呢 也针对这些不同的缺口的部分呢 提供不同的一个管理跟辅导的一些相关的 一些知识跟作用 那所以就像刚才我们院长说的 品牌台湾计划从2006年开始 国贸局到现在工业局 那国贸局呢 它算是一个打雷台的这个方式 协助企业站上雷台 可是在工业局呢 比较就是用customize 所以在品牌台湾计划的 第二期的计划里面呢 就比较是customize的一个协助 我们也都知道说 企业没有一家企业的品牌方式 品牌辅导 品牌管理 品牌操作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 那即使是说我们今天请了很棒的这个企业 来跟大家分享 可是那个他的分享是给大家参考说 我们的经验是什么 那各自在做企业的品牌的发展的时候 还是是不太一样的 有不一样的品牌的这个轨迹 我们这个工业局在这七年里面呢 台阶线执行这个品牌台湾发展计划 这七年里面呢 刚才院长也有提到 我们这个咨询诊断辅导 已经超过将近五百家企业 可是呢 真正这个有执行深入辅导的企业呢 所谓深入辅导企业就是一案 至少要一百五十万一年 一百五十万的这个企业呢 大概将近一百五十家 那因为呢 这个一百五十万对企业来讲 其实不是一个小数目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一百五十万的 这个个别的这个辅导的这个企业呢 我们都有去做这个追踪的这个调查 我们要知道说他在资源投入 有经济部就是政府政策的资源投入之后呢 你的在品牌在做品牌的这个执行上面呢 有没有什么行为的变化 那做了这个辅导之后呢 那我们最后的这个成效的变化 大概是什么 所以我们会分这三种 三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资源投入的变化 还有一个是行为的变化 还有一个就是产出效益的这个部分 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那这些都是我们针对我们一百五十家的 深入辅导所 去做追踪出来的 所以都是有凭有据的 那我们问的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资源投入 那资源投入的部分呢 我们问的是说 如果企业没有资源 没有这个品牌辅导的话 那它的规模会怎么样 那我们也发现是说 企业都会说 如果没有资源投入的话 那它会比较小规模的进行 那很棒的就是企业都是 至少74%的企业是因为参与品牌辅导 所以扩大增加品牌发展的这个投资 那行为的变化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知道说 它做了这个品牌辅导之后 它的行为做了什么变化 我们从内部的决策跟外部的沟通 来看它的变化 内部的决策 有94%的企业 它会认为是以 它经过辅导之后 会以品牌策略为核心 过去是以品牌是品牌 这个制造是制造 可是经过辅导之后 74%的企业会增加调整 它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组织 跟人力或者团队 那94%将近100% 就会以品牌策略为它的经营策略 的一个管理的依据 那另外就是对外的沟通的部分 那我们的企业的60%以上的企业 会加强跟消费者的沟通 那消费者的沟通有很大一部分 是在跟线上 我们说线上跟线下 线上的沟通 这个也是因应新时代的 这个数位时代的趋势 那在这个调查里面是没有提到的 就是消费者体验 还有消费者互动的这一块 还有消费者参与 其实这个也是品牌发展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未来要发展品牌的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那在产出效益呢 我们的这个150家的企业的回馈 是说他们有三个提升 还有一个降低 这三个提升呢 就是至少大概八成以上 八成四到八成九的 这个企业呢 会认为因为品牌的辅导 辅导的结果 让他们的自己的 企业的品牌价值提升 让他的内部的品牌意识提升 还有就是针对他们自己 品牌的市场的差异呢 他有提升 那还有一个降低就是 针对他的自己在 因为做了品牌辅导 所以他知道怎么去做行销 怎么去做这个管理 所以降低他的营运风险 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 我们从Yang & Rubincon的这个品牌资产的一个评估的模型里面呢 纵轴是品牌的强度 那横轴呢是消费者的知名度 我们从这个两个面向去分 把它分出这个品牌强度很低 比较低 然后消费者认知很低的是什么 新创的品牌 那品牌强度很高 可是呢消费者认知比较低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利基品牌 就在那个Niche Market里面 很强的这个品牌 那至于说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强度很低 比较低 可是他的消费者 消费者认知很高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成熟品牌 就大家都知道品牌 可是他的品牌强度很低 那至于说品牌强度高 然后他的消费者认知也高的呢 就是我们的领导品牌 领导品牌就是我们的国际品牌 就这个国际品牌 就是已经是做到国际知名度很强的 然后他在这个 不管是说品牌强度 或者消费者认知都非常强的 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巨大 那针对这四个新创的品牌 这个也是其实我们今天的 一个主要的邀请的speaker 我们针对这四种面向的品牌呢 等一下今天我们都会请这四种不同的企业 在这个阶段里面 他们发展的一些的心力的路程 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如果以新创品牌来讲 就像我们今天的南烟堂 那他的核心议题 他所面临的核心议题呢 大概就是你既然是新创 那你的品牌的定位是什么 然后你品牌怎么样去做到 跟他的外界一看 就很容易看得到你品牌的准备 还有就是你的价值的建立 既然是新创的品牌 所以我的品牌的愿景是什么 我的品牌的核心精神 怎么样去跟客户的价值能够连结 那这个是我们新创品牌的 一个核心的议题 那他真正可以成为 新创品牌的这个成功关键呢 我想等一下南烟堂会可以 跟我们做更多的分享 那我们针对我们这七年来的经验呢 我们整理出来 他的成功的关键呢 大概有三个 第一个呢 他必须要勇于创新 而且是他要凸显他的差异化定位 既然是新创 你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你既然是新创的品牌 你要不断地让大家 去做一个服务的体验 让大家 让把你的这个品牌的价值呢 能够你的理念呢 能够转为品牌的价值 那最后就是希望在这个 你要找的这个市场里面呢 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 找到缺口 把握先战者的这个优势 这个是新创品牌的成功关键 然后第二个 利基品牌 所谓利基品牌 就是你在那个Niche Market 我们有的时候是说 这个隐形冠军 或者是中间企业 这个所谓的利基品牌呢 就是在这个市场里面呢 你的核心的竞争力是最强的 没有人能够能够赢过你 那你在这个 所以必须是要专注你的这个Niche Market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在沟通的这个 这个跟对外沟通 跟你的客户沟通的这个策略的部分呢 你必须以企业的核心价值为基础 因为既然是Niche Market 而且是中间企业 所以你在那个Niche Market里面呢 你最核心的理念是什么 所以它的成功的关键 我们也把它分成三个 第一个就是跳脱性价比 不可以再用CP值 来去作为你的主打的一个战略 那还有就是你要探索不一样的可能 因为既然你在这个Niche Market 你很强 那你要担心说后面有没有人进来 那原来你的核心竞争力 是不是还有后面的人会赶上 而你不再有优先 有这个优势 还有针对立基市场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第三个的成功关键就是 可以跟合作的伙伴 来维持共好的关系 那这个共好呢 其实等一下那个我们的 这个中顶企业呢 也会提到这个概念 所谓的共好 就是你怎么样跟你的合作伙伴 把这个市场 在这个立基市场里面站稳你的脚步 那不只是你强 还有其他的业者也一起进来 然后让你更往前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领导品牌 就是所谓的国际品牌 那国际品牌在整个国际市场上 竞争这么强的情况之下 它还要保持一个领先的地位呢 那它的核心议题也是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品牌一致性 也就是说当我成为全球的国际知名品牌的时候呢 我在每一个国际市场 它的品牌的一致性是要一致的 要一样的 那还有就是说品牌的延伸 你除了现有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发展 国际品牌的发展之外呢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品牌 能够慢慢慢慢生长出来 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归纳成 要发展国际品牌 要顺利而且保持国际领先的话 它的领导品牌的成功关键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要建立一致的国际品牌形象 我们等一下巨大 也是我们台湾的骄傲 也会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那还有就是当你是已经是国际品牌的时候 你只有单一产品 你只有单一品牌 那怎么样去发展 要变成更强 所以你要打造 我们这个品牌是可以打造品牌组合的一个策略 怎么样让我们的品牌的发展 一直保持领先 那最后就是积极品牌再造与创新 因为你既然是在国际的最前面 那如何让你保持领先 让后面的要再进来的这个品牌没有办法赶上你 没有办法追上你 你永远要跑在最前面 所以Linking to the future 这个是我们领导品牌的一个很重要的 那我再回到那个立基品牌 就是我们要创造差异化 所以Differentiation的Innovation很重要 那新创品牌呢 就是From Zero to the Hero 这就是我们的南研堂 等一下跟大家做分享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成熟品牌 那成熟品牌呢 就是既然成熟品牌 讲通俗一点就是老化 品牌老化 那品牌老化呢 那它很重要的核心议题呢 也是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我如何让我的品牌能够转型 那重新定位 重新塑造我的一个品牌 让消费者很信任的这个品牌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品牌的再造 因为已经老化了 那怎么样让随着时代的不同 新的Generation的产生 那如何让我们的品牌 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 不断地吸着我们 巴着我们 那还有就是品牌的危机处理 就是当你是一个成熟品牌 你不能再缅怀于过去的光荣 你还是要想一下 当我们的大家 我的那个消费者 我的客户都慢慢慢慢离去的时候 那我的危机处理要怎么做 所以成熟品牌 它的成功关键也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 你一定要有破釜成舟的决心跟毅力 那如何扭转 如何再创我的这个品牌的新局 那还有就是突破框架 然后拥抱创新的可能 因为我们说一定要创新 不断地创新 不断地创新 才能够保持我的成熟品牌的 一直往前走 那可是即使是创新 即使是要破釜成舟 可是莫忘初衷 所谓莫忘初衷就是 我当初这个品牌 给消费者的承诺是什么 那我必须要坚守我的核心价值 就是我们企业的品牌的核心价值 那我想待会我们的这个 中国卫生中卫 也会跟大家分享 它已经70年的老品牌 它怎么去做到这些事情的 所以成熟品牌要 Make your brand great again 那最后就是品牌大师 David Aker有说 品牌是企业竞争优势的 主要权源和富有价值的 这个财富 很多人 我在很多场所 跟企业交谈的时候 那企业都会问说 要做品牌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都有标准答案就是 Commitment 老板的Commitment 是最最最重要的 老板的Commitment之后呢 才会有 我们所谓的从内到外 就是组织员工 老板的Commitment 然后老板跟组织团队的 员工的这个Commitment 然后那从内到外 就是跟消费者的Commitment 等等 这个是发展品牌 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那可是呢 今天为什么大家会在这里 是因为大家都要发展品牌 而且大家都对品牌发展 有一些经验 然后有些是陌生的 我们想要知道说 我们的新创品牌 是怎么发展的 我们的这个立基品牌 是怎么发展的 我们的成熟品牌 是怎么发展的 我们国际品牌 是怎么发展的 那大家在这个地方 情聚一堂就是 大家可以互相share sharing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说借力使力不费力 那我们运用工业局的一些相关的资源 国贸局的资源 政府的很多的资源 然后大家能够在这个平台里面 大家互相sharing你的experience 那以上是我的报告 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呢 就是因为我的 我这个算是引言了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设计 就是针对我刚才提到的 那四种品牌的发展 那所以我们有四种不同的 这个企业来跟我们现身说法之外呢 也很棒的 我们邀请了四个管顾 那这四个管顾呢 其实我们除了四个管顾 我们的团队里面 大概有四十几家的管顾 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这四个管顾呢 也会针对这四种不同的 这个品牌发展 那他们如何协助这些 不同阶段的企业品牌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们可以提供很详细的 而且很专业的 很有经验的一些 这个知识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今天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speaker 也谢谢各位能够在这边 参与今天一整天的一个活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